这里是长寿村旁边停车厂 这个停车厂挺好 没水没电 环境挺好 但是不平和 今天这车太多了 我今天离开这里 去下边游5公里 咱们签约的露营地 叫白鸟酒庄 今天骑摩托车出来转一转 这就是白鸟酒庄旁边的 叫白鸟岩 这个景区 旁边山形都非常漂亮 典型的卡斯特地貌 然后呢 这个他是在这买了门票 然后坐着这个船 从这上来 上这个白鸟岩 它也是溶洞 这里有门票 这个白鸟岩那个景区 离咱们签约的那个露营地 有200米 景色是没得说 挺好的 但是今天那个天气 不是很给力 我自己骑摩托车 出来转一转 然后昨天把煤气罐 液化气罐放到那个叫泼越了 一会准备去泼越 取一下液化气罐 对这个你看就坐着船 坐着这个船 有讲解员 给讲解 这是景区 它这个船是个电弄的 直接上那上面 就进了那个溶洞里了 看这地方一直还在烧街杆 人家就是烧街杆 但你说人家这可是长寿村啊 这烧街杆这地方人家长寿 它这个长寿的原因主要是水好 空气好 抚氧粒子含量高 然后还有什么磁场啊 说是 但是我在网上查了查 有的时候是炒作 咱们也不具体也不清楚 是不是炒作 这地方的确是不错 可以过来玩一玩 住上一段时间 要是有时间了 在这地方住上一段时间 而且这块租房子特别便宜 就是现在啊 从四五百小标间 一直到两三千份都有 那个 肯定是 价格不一样 享受的也不一样 这是我这模子车 带液化气罐回来了 这块有点小贵 这个十公斤的液化气 在这儿贯是九十 这个就是停车上 白鸟酒庄 停车上 挺适合脱挂放车的 这个停车场非常大 非常平 然后最主要是你在这儿钓鱼 非常方便 从停车场有个路 直接就下到河边的 这就河边 钓鱼非常非常方便 喜欢钓鱼的行为 这不会钓鱼啊 钓不了鱼啊 也不会 也坐不住 主要是坐不住 对这事儿钓鱼不感冒 车上鱼杆地龙都有 这是那个赵哥送给我的摩托车行李架 他说以后放个小珠子舞的 是没用用 挺好的 这个行李架还挺方便 带东西 直接我一放下来 就可以把明气罐往一搁 带个水桶了 带个什么 然后这个福包 是我上西藏时候 自行车上的福包 我给拿这上来了 多少小点 反正也能用 你看我这个 这个车牌是石家庄的车牌 人身份证是石家庄的身份证 然后呢 这车的车牌呢 是大连的车牌 要不说 我说我现在一呛俩眼 我现在不动 在这哪也不动了 现在要是回家 还能做到志愿者什么的 帮不忙 现在也帮不上忙了 就别给国家贴乱了 别给政府贴乱了 就在这 这既然是长寿村 在这待些天 羊羊身板 调理调理身体 这是戴上这个 头盔 穿上骑行服以后 觉得背感 倍儿有信心呀 然后这 骑着摩托车 又稳当 虽然我这摩托车 排量有点小 150 但是挺给力的 去年骑着这150去的云南 对 它身上就是这个 各关节都有那个 护卫的 晚上呢 自己涮点 正宗的重庆腊料 涮着鱼片 青菜 还有什么蘑菇的在外面 一个人也要有仪式感 一个人也要把人